冲动离婚之后 她又想追回前夫 囊中羞涩的她 不惜做出违法的事情 纪晓晓涉嫌挪用了公司近三百万 眼看事情败露 她想用自杀逃避责任 她被抢救回来后将面临什么 公诉机关以挪用公款罪 将纪晓晓起诉至法院 她的前夫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疯狂的女出纳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6年6月的一天傍晚 南方某城市的一家相机专卖店里 一位中年男人怀抱着99朵红玫瑰 单膝跪在一个女人面前 女人满脸幸福的 期待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 男人深情地说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这个店是我开的 再嫁给我一次 做我的老板娘吧 说着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钻戒 正要给女人戴上 可听了这话 女人的脸色一下子全变了 她紧紧抓住男人的手 焦急地说 你说什么 这个店是你开的 你怎么能开店呢 说着 女人一把推开男人 跑出门去 这就奇怪了 女人为什么不回应求婚的事 而是急于责怪男人开了店 还愤然离开呢 求婚的男人 名叫陈亮 今年三十多岁 刚刚开了这家相机专卖店 被求婚的女人 名叫纪晓晓 是她的前妻 在一家国企当初呢 一年前 两人因为女方婚外情 而离了婚 未免家人担心 他们离婚不离家 一直没有跟家人讲 离婚后不久 女方就后悔了 为了挽回这段婚宴 她做了很多努力 陈亮最终选择原谅 这才有了今天的求婚 现在 看纪晓晓生气地离开 陈亮的内心 也觉得自责起来 这也难怪 自己开这个店 也花了三四十万了 之前确实没有和前妻 纪晓晓商量过 也难怪人家不高兴 陈亮匆匆赶回家 看纪晓晓已经熄灯睡了 就决定明早再跟她解释 第二天一早 陈亮跟纪晓晓解释开店的事 还说想把婚礼 定在十个月之后 也就是他们之前的 结婚纪念日 这样更有意义 纪晓晓强颜欢笑 说我是担心生意难做 所以才不想让你开店 既然开了那就开吧 关于结婚的事 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希望越快越好 达纳以后 陈亮就发现 纪晓晓变了 她经常魂不守舍 还时不时躲在房间里哭 有时候 陈亮半夜醒来 竟然发现 纪晓晓一个人 呆站在阳台上 心事重重 纪晓晓反常的行为 让陈亮感到十分不安 纪晓晓究竟隐瞒着什么心事了 陈亮不由得怀疑 纪晓晓是否真的愿意嫁给她 就在陈亮胡思乱想的时候 她却接到电话 纪晓晓出事了 陈亮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说纪晓晓跳河自杀 被人救起 现在重度昏迷 已经被送往医院 陈亮匆匆赶到医院 医生说 纪晓晓的胃里 有大量的安眠药 她很可能是喝了安眠药之后 又跳河自杀 现在正在抢救 陈亮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这昏漆临近 在这个节骨眼上 纪晓晓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 经过抢救 医生告诉陈亮 纪晓晓服用的安眠药过量 导致身体机能严重受损 现在已经重度昏迷 虽然说保住了性命 但是还要送进重症监护室 观察治疗 隔着探视玻璃 陈亮心疼地 看着昏迷中的纪晓晓 不禁回想起两人的过去 陈亮和纪晓晓是大学同学 纪晓晓是学校的校花 是全校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 纪晓晓选择了成绩优异 但夯后老实的陈亮 他听多了甜言蜜语 见惯了油腔滑调 反而觉得陈亮 才能给他最安稳 踏实的爱情 面对纪晓晓的垂爱 陈亮是受宠若惊 他尽他所能地照顾 呵护纪晓晓晓晓晓晓幸福的 就像花儿一样 毕业之后两人就结了婚 婚后呢 这陈亮把家里所有的事啊 都打理得妥妥贴贴 大事小情 根本就不用纪晓晓操心 纪晓晓在家里 那就是一个高傲的公主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打破了原本幸福的一切 一天 陈亮和几个朋友在KTV聚会 纪晓晓打来电话说 他忘了拿家里的钥匙 要来找陈亮 凑巧的是 几个陪酒女突然闯进房间 一个一拙暴露的女子 竟然不由分说地 就坐在了陈亮的腿上 还轻易地搂着她的脖子劝酒 这一幕啊 恰好被纪晓晓看到 她冲进房间 端起一杯酒 就泼到了陈亮的脸上 哭着跑了出去 陈亮拼命地跟纪晓晓解释 可纪晓晓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她坚持认为 陈亮背叛了她 坚决要和陈亮离婚 陈亮的朋友们轮番登门劝解 纪晓晓这才勉强答应 再给陈亮一次机会 这件事啊 在纪晓晓心里留下了阴影 为了报复陈亮 她最终有了婚外情 两人也因此走上了离婚的境地 可是现在两人已经和好 一切都要回到原来的模样 纪晓晓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 就在陈亮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警方赶到了医院 他们说纪晓晓涉嫌挪用了公司近三百万 要陈亮协助调查 陈亮一直想不通 纪晓晓为什么要在复婚的前夕选择自杀 现在警方说她涉嫌挪用三百万元的公款 陈亮才明白 纪晓晓自杀前反常的举动 都是和这笔钱有关 但是纪晓晓为什么要挪用这么大一笔钱 这笔钱现在又在哪里呢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 纪晓晓终于苏醒了 看到警方提供的 纪晓晓曾去开具的多张支票 还有银行提现的视频 纪晓晓含着眼泪虚热地说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说着她忍不住掩面而泣 向大家说出了实情 原来自打纪晓晓看到KTV的一幕后 她就觉得陈亮背叛了她 肯定和那个女人有染 她觉得陈亮变了 再也不是那个把她视若珍宝的男人 她开始怨恨陈亮 她要让陈亮尝一尝背叛的滋味 就在这时 纪晓晓遇到了她的高中同学陆浩 陆浩在高中的时候 就追求过纪晓晓 现在刚好应聘到纪晓晓所在的单位工作 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 纪晓晓一下子有了情感的寄托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一天晚上陆浩送纪晓晓回去 两人在楼下拥吻 正好被在阳台上的丈夫陈亮看见 陈亮冲下楼 狠狠地打了纪晓晓一巴掌 指着陆浩远去的汽车大喊 这个男人是谁 你都快把男人领到家里来了 你还要不要脸呢 听了这话 纪晓晓不甘示弱脱口而出 不过就不过 明天一早就去离婚 到时候你别哭着喊着来求我 纪晓晓心想 反正自己还有路浩 一样有人疼有人爱 就让陈亮后悔去吧 就这样 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未免家人担心 他们决定先离婚不离家 然而没过多久 纪晓晓就后悔了 一方面 平时被宠爱惯了的纪晓晓 一下子没了前夫陈亮的照顾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适应 另一方面 情人陆浩迟迟没有离婚 并没有要娶纪晓晓的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 纪晓晓越来越发现 陆浩和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骗财骗色 他经常说工资卡交给妻子了 和纪晓晓在一起时 两人的花销都是纪晓晓出的 除此之外 他还经常借故让纪晓晓给他买名牌 很快 纪晓晓的工资积蓄 全都花光了 更让纪晓晓崩溃的是 他之前一直托人调查 陈亮在KTV搂爆的那个女子 现在得知 那人确实是一个陪酒女 那天晚上 他确实是为了推销酒 才主动做进了陈亮的怀抱 其实根本就没有 纪晓晓认为的暧昧关系 他开始怀念 和前夫陈亮在一起的日子 可回想起自己离婚时 说过的那些话 觉得现在回头求复合 实在是拉不下面子 然而就在这时 机会来了 陈亮要过生日了 为了能够复婚 他努力讨好前夫 囊中羞涩的他 如何能给前夫送去 价格不菲的礼物 纪晓晓第一次 挪用了2.7万元贡款 买了一套摄影器材 为了逞能 他向前夫说了谎 我一个卖走私货的朋友 卖给我的 看比市场上便宜 所以就买给你了 不明真相的前夫 想要借他的关系 开个摄影器材店 他该怎么办 疯狂的女出纳 正在播出 陈亮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纪晓晓决决定 在他生日当天 买一套好的摄影器材 送给他 来个破冰之举 可是之前和情人路浩 在一起时 钱都花光了 信用卡还透支了好几万 现在哪来有钱 再给前夫陈亮买礼物呢 就在纪晓晓为钱发愁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利用工作便利挪用公款 等发了工资就还 纪晓晓决定 用开具支票 银行提现的方式 把钱弄出来 就这样 纪晓晓第一次挪用了 2.7万元公款 买了一套摄影器材 陈亮生日当天 纪晓晓早早回到家 从来没有下过厨的他 按照网上说的 精心做了一顿西餐 陈亮下班回家 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餐厅里只开了一盏彩灯 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 两份牛扒和一瓶红酒 花瓶里还插着 一大束新鲜的百合花 整个家变得温馨而又甜蜜 纪晓晓起身迎了上来 结果陈亮的公文包 温柔地说 咱俩夫妻一场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祝你生日快乐 说着捧出那台崭新的相机 递给陈亮 陈亮两眼放光 如获之宝 捧着这台相机 爱不释手地说 我正在看这个呢 都看了好久了 这台可要两万多啊 你花这么多钱 实在是太破费了 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 也为了让自己今晚的举动 不那么唐突 纪晓晓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我一个卖走私货的朋友 卖给我的 才一万三 我刚好发了奖金 看比市场上便宜 所以就买给你了 听了这话 陈亮兴奋极了 他激动地说 是吗 那太好了 走 吃完饭 我给你拍照去 打那以后 陈亮和纪晓晓的关系 拉近了很多 陈亮也会送纪晓晓 一些小礼物 可是纪晓晓想要的 却不止这些 他想要尽快和陈亮 俯婚 可是一向高傲的纪晓晓 却无论如何 也张不了这个口 就在纪晓晓苦恼不已的时候 他却接到了 陈亮的邀请 这天晚上 纪晓晓还没下班 就接到了陈亮的电话 说是要邀请他吃烛光晚餐 纪晓晓的心啊 砰砰直跳 陈亮 是不是要向自己表白了 纪晓晓匆匆赶回家 精心化了个妆 还特意换上了蜜月时 陈亮给他买了一件小礼服 喷了香水 赶到了餐厅 他发现啊 陈亮已经在餐厅等他了 纪晓晓满怀期待地坐了下来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纪晓晓失望极了 陈亮神秘地说 晓晓 谢谢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没想到咱俩都离婚了 你还对我这么好 我今天喊你来 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上次送给我那台相机 你不是说一万三买的吗 我按市场价两万七给卖了 赚了一半 比我工资都高 你能不能 再找一下你那个卖水货的朋友 以后啊 你进货 我转手 赚的钱 咱俩平分 怎么样 纪晓晓这才明白了 前夫陈亮的用意 今晚的烛光晚餐 不是用来求爱的 是用来求财的 看来前夫陈亮 根本就没往复婚这方面想 倒是自己想多了 可之前撒下的弥天大谎 该怎么圆回来呢 况且 自己刚刚东拼西凑 把上次的钱给还上 两人的关系也刚刚好转 现在如果说出实情 恐怕两人的进展就没那么快了 想到这儿 纪晓晓点头答应了陈亮 他决定啊 等两人的关系稳定一点 再说出实情 让纪晓晓为难的是 接下来进货的钱 从哪来呢 就在这时 纪晓晓听说了一个好消息 单位下个月要发年终奖了 有八万多呢 纪晓晓非常高兴 有了这笔钱 正好可以给前夫陈亮进货了 可是 奖金下个月才发 现在就要用钱 该怎么办呢 纪晓晓决定啊 先挪用公款 等发了奖金 立刻就还 就这样 纪晓晓又挪用了十万块钱 以市场价 买了六部 一万五到两万的相机 转交给了陈亮 并谎称啊 又是从那个 卖水货的朋友那儿买来的 还说 只需要市场价一半的价格 陈亮对此深信不疑 他开始在朋友圈 以市场价的九折 销售这批相机 因为自由价廉啊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陈亮也一下子赚了四万多 他非常高兴 找到纪晓晓 让纪晓晓 尽快补货 纪晓晓 矛盾极了 如果答应 除了挪用公款 根本就没有钱补货 可如果不答应 这两人的关系 还能继续吗 想来想去 纪晓晓决定 一不做 二不休 继续利用单位 财务管理的漏洞 挪用公款 到时候啊 拆东墙 补西墙再说 很快 纪晓晓又挪用了一百多万 这边啊 陈亮开始三天两头 给纪晓晓买礼物 还把赚来的四十多万 分了一半给纪晓晓 一来二去 两人的感情日渐升温 纪晓晓觉得 用不了多久 陈亮就会向自己 提出复婚了 另一方面 纪晓晓把每个月的工资 和奖金全都用来还账 她甚至提前退掉保险 卖掉自己结婚时的 金银首饰 还把陈亮分给她的钱 全都用来还账 可还是有三十多万的资金缺口 就在纪晓晓为这事 着急上火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纪晓晓彻底崩溃了 为了追回前夫 她撒下大谎 远谎的日子让她狼狈不堪 纪晓晓又陆续挪用了两百多万 给陈亮买了七十多部 三万到五万不等的相机 纪晓晓共挪用了近三百万 眼看事情就要败露 她想用自杀逃避责任 她喝下一大瓶安眠药 她药效不足 她还来到护城河投河自尽 她被抢救回来后将面临什么 她的前夫知道真相后又会怎样 疯狂的女出纳正在播出 原来为了给纪晓晓一个惊喜 一切不就全完了吗 况且自己之前挪用的钱还没有还上 现在要进货 那岂不是要挪用更多的钱 纪晓晓一时心绪难平 夺路而逃 这才出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 求婚未果的一幕 第二天 陈亮跟纪晓晓解释开店的事 还说想把婚礼定在十个月之后 纪晓晓心想 自己再这么挪用公款 迟早要出大事 他便跟陈亮说 婚礼要越快越好 可是陈亮却说 两人毕业的时候 没钱办婚礼 现在有钱了 一定要风风光光的 给纪晓晓办一个隆重而浪漫的婚礼 最快也要等三个月 纪晓晓没办法 只能答应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纪晓晓又陆续挪用了两百多万 给陈亮买了七十多部 三万到五万不等的相机 加上之前还没有还上的三十多万 纪晓晓共挪用了近三百万 这时 陈亮恰好听说 房东急需用钱 要低价转让铺面 为了抢占商机 也为了长久经营 陈亮把手里所有的钱 都拿去买铺面 也就没有把本金和分红 返还给纪晓晓 纪晓晓是有苦难言 就在这时 纪晓晓听说单位 要进行财务审计了 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挪用单位三百万元 这么大一笔钱 该怎么还上呢 他不敢想象 一切被发现后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纪晓晓觉得 自己兜兜转转了一大圈 到头来 别说复婚 自己恐怕会一无所有 一败土地 纪晓晓决 决定离开这个世界 他喝下一大瓶安眠药 怕药效不足 他还来到护城河 投河自尽 最终被好心人救起 送进了医院 听到这儿 陈亮痛哭流涕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纪晓晓为了挽回婚姻 竟然挪用公款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走私伤 根本没什么低价拿货 所有的相机 都是纪晓晓用真金白银买来 在骗自己说是走私来的 更让陈亮自责的是 其实从纪晓晓 给他过生日那天起 他就明白纪晓晓的心思 只是他觉得当初 纪晓晓对他缺乏基本的信任 对这段婚姻一点也不珍惜 竟然用婚外情来报复 这实在不是对婚姻负责任的态度 他才故意没有一下子就同意复婚 其实是想告诉纪晓晓 婚姻不易 不能儿戏 可没想到 纪晓晓为了挽回婚姻 竟然挪用公款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为了帮纪晓晓减罪行 陈亮关闭了相机店 把所有的相机都交给警方 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共一百多万 退还给纪晓晓所在的单位 很快公诉机关 以挪用公款罪 将纪晓晓起诉至人民法院 然而在法庭上 纪晓晓虽然承认挪用了单位 近三百万元 但是她提出 她应该是挪用资金罪 而不是挪用公款罪 那么纪晓晓为什么要这样便捷呢 其实挪用资金和挪用公款 都是挪用单位的钱 但是在同等情况下 挪用资金要比挪用公款 罪判得轻一点 所以纪晓晓才说 她是挪用资金 好判得轻一点 那么纪晓晓的这种说法 究竟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其实啊 两罪的区别就在于 行为人挪用的这个款项 究竟是不是公款 如果是 那么就是挪用公款罪 如果不是 那么就是挪用资金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钱 才属于公款呢 简单点来说 就是国家的钱 一种啊 是国家机关 比如各级行政单位 另一种呢 是国有单位 比如国有公司和企业 除了这两种单位以外的 其他单位的钱 都不属于国家的钱 也就不属于我们所讲的公款 在日常生活中呢 老百姓通常以为 只要是单位的钱 就是公款 但其实 这只是我们生活意义上的公款 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公款 我们回到本案 季晓晓所在的单位呢 是国有企业 属于国有单位 那么他挪用巨款的行为 就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最终 法院判处季晓小构成挪用公款罪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 宣判后 季晓小痛哭流涕 他后悔为了挽回婚姻 挪用公款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陈亮也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自己贪图利益 季晓小或许不会走上今天的境地 季晓小的父母 也专程从老家赶了过来 他们千叮万主 让女儿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出来 观众朋友们 如果当初 季晓小看到KTV的一幕后 能对自己的丈夫多一点信任 珍惜婚姻 或许她的婚姻 不会草草收场 如果她和情人分手以后 能够从自身找原因 真诚求得丈夫原谅 而不是为了挽回婚姻 挪用公款 或许不会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夫妻之间难免有一些误会 彼此之间应该多一些坦诚和信任 且行且珍惜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栏目服务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让儿子上重点小学 他竟然和姐夫假结婚 自己和姐姐分别假离婚 这样不就能把儿子的户口 转到姐姐家的学区房了吗 儿子顺利入学后 姐夫却不答应跟他离婚 大媒却说这事要再等一等 复婚不成 姐夫做出疯狂举动 酿出悲剧 她的儿子还能继续在重点小学读书吗 复婚不成 酿悲剧 明日播出